圣灵是一个特别困难 在我们认识神天父 跟认识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这三位一体的真神 这两位都把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给我们写明了以后 我们会说圣灵他究竟做什么 今天说是圣灵在带领 他怎么带领你怎么带领我 我们如何的可以来顺服他呢 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 这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五章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第29节到第32节 我们先预备好 我们今天会翻很多圣经 希望大家把圣经带着 第五章29节到32节 没有的就听我们念 听我们念 好 有的可以跟我一起念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这一段的话 是彼得 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遭受到逼迫 因此 因此他在被证问的时候 他就说 顺服神 顺从他的主 这是应当的 但是他这边又只讲到一个 为这个事情做见证 这事是什么事 就是最后讲到 顺从的人 接受了圣灵 就是神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做见证 也做这样同样一个见证 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生命里面的 焦点就在这里 基督徒 要做什么 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而圣灵 在这里讲到 也是要为这事情做见证的 那为基督做见证 是哪几件事情呢 在这里写得很清楚 讲到说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祖宗的神 也就是说 以色列的人都晓得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 向他们列主 亚伯罗汉以撒雅各 所立的约的这一位神 他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里我们看见 圣父圣子圣灵 是吗 他们的工作 是全部在这一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都显明 就像创世纪第一章 一开始那里 讲到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的灵就出现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这个说就是神的道 也就是神说话 神的道是谁呢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 所以有很多人说不晓得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在全本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出现的 昨天我们有九位受洗归在主的名下 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天开了 天神的圣父说 这是我的爱之 我所喜悦的 然后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 三位一体的真神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圣灵不是那么来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 但是圣经上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到圣灵 在神的灵在那里运行 意识到启示录圣灵是不是仍然在那里做工呢 启示录最后一章是第几章啊 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我们请也翻到一下有圣经的 我们翻一下第十七节 可以来念一下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从一开始到结束 圣灵都是重要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 不了解圣灵 也不敢提圣灵呢 我有一些同工 他们跟我说 我们应该要多讲一点圣灵 但是有人说 一讲圣灵的时候 问题就通通都来了 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圣灵的事情 但是我们如果今天 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来看谁是圣灵 这个很简短的我们讲一下 但是重点是圣灵做什么事 要我们参与 圣灵他怎么带领我们 我们怎样跟随 圣灵最后要完成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几件事情 其他的就比较次要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灵 刚才讲了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个灵在西伯来文里面 它跟那个风是一样的 就是Ruach 在希腊文里面叫做Numa Numa跟Ruach都是风 所以耶稣基督跟尼格尼姆在一起论到重生的时候 他说人若不从圣灵 若从水和圣灵生的 不能见神的国 那时候他就说 风水的意思吹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我们这里看不出来 但是那个灵就是风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一直在讲 这就是灵 这就是风 这就是能力 这就是神 他自己的同在 这就是神的手 这就是圣灵 是施恩恳求的灵 是聪明智慧的灵 是谋略的灵 这个灵 是温柔的 像鸽子一般的 这个灵 是圣灵保惠师 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旧约里面 这个圣灵 第一个 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大家有别的什么问题 神创造 主要是讲到天父的创造 也就是说三位一体 他们各有不同的功用 这个功用 讲到在创造的时候 是借着神的话 借着耶稣基督 他是借着他创造了万有 凡被创造的 没有义务 不是借着他造着 但是这里所讲的 圣灵 他的这个运行 在创造的起初 他就在那里 所以当神在以赛亚书里面 四十四章四十五章里面讲到 我是独自创造的 铺仓穷仓 使大地能够建立的 有谁与我同在呢 我是独一的真神 他所讲的这一个 当然就包括了圣子跟圣灵 所以在创造的事上 圣灵跟圣子是做辅导的那一方面的工作 但是在救赎的这个工作上面 是圣子他为我们钉十字架 那天我们在受洗班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对耶稣有什么认识 说耶稣是神 有没有错 没错 耶稣是神的儿子 有没有错 没错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我们钉十字架 错了没有 没错 神就是天父为我们钉十字架 错了没有 这就不对了 但是许多人信得住以后 很久仍然在讲 天父为我们钉了十字架 真的 我们发现有一些在几百人面前 要带祷告的 也这样祷告的 都有 为什么 因为不了解 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但是父不是子 也不是父 知也不是圣灵 圣灵也不是圣父 他们中间不可以随便交通 随便来往的 很多人说 圣父出现了 就像我在家里面做父亲 做我妻子的丈夫 然后又是我孩子的父亲 当然没错 但是我还有一个父亲 所以我就做他的儿子 所以这样就是三位一体了 这不是三位一体 因为是你同样一个人 这三个有位格的神在一起 叫做Triunga 这个叫Trinity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弄清楚 那我们下面讲的顺服圣灵的带领 那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头脑要非常的清楚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比喻 可以来比喻三位一体 就是水那个三项的时候 你要晓得 它是可以互相的水的分子 它可以变成这个 也可以变成那个 但是它不是说是冰就不是水 是水就不是气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东西 在三项点的时候 是互相可以彼此的交流的交换的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 随便你讲什么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理解三位一体 但是并不是说 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功用 圣灵的功用 是让圣父在创世以前的旨意 透过圣子完成以后 借着圣灵来做成整个的救恩 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 成为神的儿女 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功能 就在创世以前就设立了 所以我们看见 在旧约里面 神的灵就住在亚当里面 因为神向他吹了气 犯罪以前我请问 亚当跟神有没有距离的 应该是没有 亚当跟神很亲近的 但是犯罪以后 他就会怎么样 逃避神的面 为什么要逃躲神的面 神的灵 因着人犯罪 不能永远住在人的里面 让神非常的忧伤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讲到 人作恶以后 神就不永远住在我们人的里面 如果永远住的话 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 就把我们的恶 带到永恒里面 我们活到永远的时候 那在神的面前 是定入了神的家 天堂 让神 所有一切 在我们身上 要完成的那些旨意 都变成赐好的 因为有罪在其中 所以神 他不永远住在人的里面的时候 就跟亚当说 你不可 吃那分别善恶酥的果子 因为你吃了那日子 必定死 这个死 就是与神隔绝的意思 这个死 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死 是在灵里面跟神隔绝的 我们心里与神为敌 这是我们这个人的本性 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会这么感谢神 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他的爱子必须来代替我们 把这个罪除掉 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 就是让我们这个人 可以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 不但被拯救出来 并且可以终生 以圣洁公义来服侍神 这是我们被造 原是要服侍他 因为他先服侍我们 因为人子来 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服侍人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俗价 因此我们需要真正的了解到 神他所有的意念 从旧约新约 都是一样的 为着我们的益处 神对我们的那个爱 没有改变过 他的旨意 感谢主是不改变的 他要让我们进到他的里面 得享永远的荣耀 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 他是荣耀的神 他也把他自己的荣耀要给我们 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罪人里面 可以得任何的荣耀 必须我们要接受的一个生命 就是他爱旨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创造以后 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 就是做一个复照的工作 重新建造 这个叫救赎 救赎是说已经败坏了以后 神如何的把我们拯救回来 这是圣灵工作的重点 人作恶后 神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但是有一些的人是敬畏神的 在他敬畏神 顺服神的那个时间里面 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 就彰显出神的荣耀 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说 人一点良善都没有 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 这是正确的 但是说人一点善行都没有 这是不对的 说人一点那个不信主的那些人 他终日所有的事情全是恶的 也不对 因为神造人原是正直 我们是正直的 但是在我们里面寻出巧技的时候 我们这个正直的人性里面 是还是有良知良能的 我们知道神放在我们里面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一个正直公义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 平常所做的这些事情 并不是都是恶的 所以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弄清楚 我们一去就把人指责他 你做了没有一件事情 在神的面前 是可以让神接受的 其实不然 圣经中我们去看 只是说有任何一点罪恶在其中 我们这个人就不能被接受 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只是斥责别人的行为 或者是他们的言语而已 我们需要把神 那永远美好的这个计划 就是让人可以像他无瑕疵一样的 活在他的面前 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这是尊贵的人 是在神的面前 有一些是敬畏神的人 在创世纪第41章38节里面 我们看见有一个人 他叫做约瑟 圣经里面那一节 你们怎么讲呢 就是别人看出约瑟 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所以说旧约里面 你说神的灵都不在人的里面 这是错误的 只是不永远在他里面 因为没有讲约瑟犯罪的事 并不是约瑟没有犯罪 不是他是无罪的 圣经中有几个人 像但以理跟约瑟 约伯都讲了 他们是义人 但是他们是因为相信神 约伯讲了很多的话是背逆神的 但是神不以为他是顶撞他的 因为神认识 谁是真正敬畏他的 约伯 但以理 我们看见约瑟 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人 但是他们还是需要救主 他们还是需要救恩 他们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他们在救援的中间 是远远看见未来的那一位弥赛亚 所带给他们的救赎 他们心里面就盼望这件事情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生下来的时候 你记得在圣殿里面 有西面跟亚拿 他们看见的时候就说 我亲眼看见了 神所预备的救赎 他不是讲救主 他讲救赎 也就是说 这一个救主 是用他自己来献在坛上 作为活祭 他们知道他亲眼看见了 因为圣灵感动他 圣灵今天感动你 也感动我 让我们真正的知道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 别无拯救 因为这些人在旧约的时代里面 神就启示他们 将会有一位救主出现 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在所有的人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等候的是这一位救赎的主 他救赎我们 脱离罪恶跟死亡 这是第四 第五就是 当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 在旧约里面 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 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 住在他的里面 但是人心思意念 一想到违背神的事情 神就不住在他里面 因为神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 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光景 摩西 他有神给他的吩咐 摩西 他有没有在发怒的时候 有一次击打磐石 是第二次 神叫他说 吩咐磐石就 那个水就会出来 结果他没有这样做了 以后怎么样 那结局是什么 摩西得罪神了 摩西犯罪了 所以这里讲到 遵行律法的 没有超过摩西的 敬畏神的 没有超过摩西的 为神不顾性命的 没有超过摩西的 两次四十天进食 不吃饭也不喝水 我们谁可以做到 但是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 就这么简单 没有一个 一个都没有 包括摩西 他必须死了 耶和华亲手埋葬他 他的仆人 就埋葬在那里 这是 当时摩西一个人 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于是就分赐他的灵 就是神的灵 住在他里面 为七十个长老 祷告的时候 就把他的灵 分赐给七十位长老 这在明述记 第十一章 第十七节里面 所讲到 所以这里我们 不能很简单 就说旧约 在那个时代里面 神他就是发怒 神就是非常的凶狠 神就是非常的不讲理 我们很害怕那样的 旧约的神 不是的 神是非常细腻的 而且要让我们真正知道 靠我们自己 是完全无助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能把人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就在新约里面 我们才可以看见 看见这件事情 律法原是迅蒙的师父 为了把我们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就这意思 你如果守得住律法 你不需要耶稣吗 我也不需要耶稣吗 因为守不住吗 所以只能带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成全所有的律法 律法跟先知 天地 都要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话 都不能废去 但是后面那一句话 都要成全 是耶稣基督成全的 你我无法成全 在律法的要求 所以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每一次 我们读到神的话 领受到神的灵的安慰 我们就应当喜乐 好 我们看见摩西 神跟他讲说 你不能过约旦河 因为你在众人的面前 没有尊荣我 摩西就三次 在神的面前祈求 神说罢了 不要再提 这事不能成就了 于是就说 我以利 耶稣亚代替你 进入那样的 一个迦南美地 流来与密之地 是我应许给你 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的后裔 将来是永远为业 这时摩西就 按手在耶稣亚的头上 做什么事情呢 耶稣亚就被 智慧的灵充满 这是他自己就知道 他以后有智慧了 后面还有一句说 以色列的人便听从他 请问 容不容易啊 生命纪三十四章 第九节里面 所讲的这一句话 耶稣亚被圣灵充满 这很容易 对不对 因为摩西按手 以色列的人要听他 容不容易 不容易 耶稣亚心里害怕 说连摩西你们都不听 怎么会听我的 而且摩西 真的是 是一个 在人看来 是常常 被以色列人顶撞 而且不听他的话 甚至要拿石头 打死他的一个领袖 所以今天 也是一样 这是圣灵的工作 不然没有一个领袖 人会听从他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 必须做这事 不然 耶稣亚几次 摩西告诉他 你要刚强壮胆 将来必无一人 可以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耶和华跟摩西说 刚强壮胆 以色列的人跟 约书亚说 对不起 刚强壮胆 神对约书亚 摩西对约书亚 以色列的百姓 对约书亚 都说这句话 叫刚强壮胆 因为实在太害怕了 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 摩西也曾经讲过 他说我是谁 能够带领百姓 果然去了那里 百姓就不听了 约书亚是谁 更是不行了 因此在这里 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需要来理解 继续看到第七个 就是圣灵感动的时候 有一些的人 就得着特别的能力 我们这不太需要多讲 我们旧约都很熟悉 但是稍微讲一个人 就是参孙 他是在母妇中 就被分别为圣 因此他生下来的时候 是就慢慢成长 有神的恩典 耶和华与他同在 如是讲到四十记 第十三章二十四节 跟二十五节里面讲到 耶和华的灵感动他 感动他就是说 神的灵充满他 有这个能力 可以他的力量 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抵的 也不是十几个人可以抵的 他不用什么武器 随便拿着一个驴腮骨 就可以杀一千人 我们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那些人是有兵器的 这样的一个人 使圣灵感动他 圣灵的能力 领导他 但是 当他继续犯罪 不理神 他最后的结局是 神离开了他 这是在四十记 第十六章第二十节里面讲的 那里讲到一个最悲惨的一件事情 就是 耶和华离开了他 他不了解 他不知道 今天我们一样的 今天在新约里面 神的灵不会离开我们 等一下我们会讲 但是 神的恩高 会离开我们 神的同在 会被我们这个人限制住 你做一样的事 说一样的话 没有一样的果效 是因为 你这个人 在神的面前被废弃 不被使用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在今天听见这一堂道 要晓得参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最后眼睛瞎了 在那里被推磨 被人戏耍 最后 他求神的时候 神让他的能力 回来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来彰显神的能力 但是很可惜 他就是在那里灭亡了 与仇敌同归于尽 我们看 参生是如此 大卫犯罪了以后 大卫是为神 是不够性命的 谁敢去打格力 谁愿意 每一件事情都求问神 以色列国 犹大国 都应该是他的 但是 扫罗死了以后 他还问说我要去哪里 神告诉他说 去西伯伦 是我们 我们就不去 耶路撒冷更好 北边的那些支派 他们都愿意跟我 为什么要我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要在西伯伦呢 但是神说西伯伦 他在那里 七年零六个月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我们要在小事上面忠心 神就会把更大的事情 托给我们 今天很多的人就不能忍耐了 也不要等了 神啊 你不做 看我的 有多少人有看我的过 我们都做过 看我的到最后都挺惨的 但是 大卫犯罪了以后 他跟巴斯巴行淫历后 生下的孩子死了 长子暗论死了 最后 最后 亚沙龙死了 最后亚多尼亚也死了 因为刀剑不离他家 神让他犯罪以后 诗篇五十一篇 他就在第十一节里面 就讲了这一句话 诗篇五十一篇 第十一节 如果有的话 我们一起来可以练一下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稍微慢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们诗篇五 第十一节 请一起来练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这一句话 还有歌在那边唱 我们新约的时候 说神啊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有一次有一个老传道 你看着别人唱这个 他就说 听 他说 这不可以唱 在新约时代 神绝不收回这圣灵 不可以唱这首诗歌 但是 这的确是旧约时代 能够唱这一句诗歌 能够跟神讲这句话 都是极大的恩典 因为没有脸在见神 神这么大的恩典 在大卫的身上 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因此 要明白 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必须要一个悔改谦卑的灵 因为我们 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我们的本体 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败坏 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罪恶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真是看不出大家有多好的罪 昨天有九个人坐在这里 他们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讲了一点 有一点点罪 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原先他们来的时候 都说我没有罪 为什么他没有罪 很简单 我认识了很多基督徒的罪 比我还大 他当然没罪了 那基督徒说 他罪都被赦免 当然他也赦免了 好 第二个 我做了那么多好事 我有什么罪 我那么辛苦的赚钱 我那么辛苦的 忍受家里面 儿女顶撞 我有什么罪 我还给他们送去念书 对不对 花多少钱都愿意 我有什么罪 但是当一个人 真正的认识主以后 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 他就发觉他的罪 越来越大 所以保罗说 我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这不是随便说的 这不是他谦虚说的 他不可以谦虚说这话 那摩西就 不能这样说 摩西神告诉他说 你要写下来 他就要写下来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众人 他就必须要写 然后他犯罪了 神也要写下来说 因为得罪了神 所以不能进迦南美地 没有别的什么借口 就是必须要承认 越靠近神的人 越看见自己的罪 跟黑暗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顺服圣灵 带领的功课上面 必须要谦卑 要悔改 这是重要的一点 主日学是有系统的 来看圣经 所以从整本的圣经来看 你找出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神与谦卑痛悔的人 同住 同居 他住在一起 好 我们看一下这些圣经 在以赛亚书57章 第15节到第16节 我念就好 在这个讲义上面都有 与痛悔 谦卑人同居 使人心 所以苏醒 这个是神的恩典 但是 我们这个人 有很多事情 虽然谦卑 还是不够谦卑 虽然说神 我听你的 但是不是现在 我做不了 你给我一点时间 才去做 还有一些人说 神 所有的我的顺服力 就这一件不行 你有没有这一件 有没有 有人说 就有这一件 我现在太困了 我要睡觉 主要就这一件事情 你们不要难过 我曾经有一次讲 讲得太累了 我讲的时候睡着了 睡了几秒钟 后来醒过来 还讲到哪里去 每一个人都有一件事情 不肯叫出来 永远有那一件 你说我没有 是因为神还没有启示 神光照启示你的时候 我们都还有一件 这就叫谦卑 就是说我已经绝对顺服了 我已经全然摆上了 这叫不谦卑 因为没有可能 因为神为什么不把所有的 都陷在你面前 你我受不了 于是有这句话就说 免得我所造的人 发昏 与他的灵性都发昏 我不与人相争 感谢主 我们很喜欢圣灵充满 我们不喜欢邪灵来压制 也不喜欢邪灵充满 邪灵他是不管你的 你要他来 不要他来 他都来虐待你 圣灵 你说圣灵够了 你不要来 这个事让我去做 圣灵就只好让你去做 而且他还被你带着走 被我带着走 我们就去不应该去的地方 做不一样的事 让我们思想的一些东西 让神非常的忧伤 所以这才会有圣灵 在为我们担忧 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人 就是因着神的爱 让我们从此 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做什么事情 回到神的面前 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神要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身体 是圣灵所居住的电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殿 好像有一点很陌生 殿跟我家那个小房子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跟你家的那个大房子 也不一样 因为还称不上殿 圣殿是神居住的 是蛮有荣耀的 是神居住的所在 我们不管你住的是什么 那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神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给他什么地位 这是非常重要 注意 这里就讲到圣灵 他的柔和与谦卑 因为不管你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不离开我们 这是 我们需要为此而现场感恩的 人可以不原谅你 人可以说够了 enough is enough 但是神他不会这样 好 我们最后 让先知传讲神的道 先知传讲 在彼得后书 虽然这是新约里面的一个经文 但是主要讲的是旧约 讲道 赎神的人 赎灵的人 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 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 被保留下来 你新约也是一样 很多的这些书卷 神不承认 只有圣经这里 是经过了时代的考验 经过我们圣灵 放在人的心里面 很多为主 愿意摆上的这些人 同受一灵 都有平安 知道这是神的话 所以很多人说 你们随便弄一些 就说是圣经 没有这回事 你删减一点 你加添一点 你的名字就要 从生命册上除掉 被删除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今天是任意随意的 对待圣经和解经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要谨慎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能随便乱说 但是更可怕的是 有一些人他自己不知道 就认为没有人可以知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 这就是骄傲 你不知道 不是没有人知道 但是有任何一个人说 所有的我都知道 那是更加的骄傲 那你就跟神一样 跟撒旦 想要变成神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 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知道我们今天 所看见的非常有限 到那一天的时候 才会显出来 那我们这个人 对先前接受那个东西 就看为非常的宝贵 坚持 且绝对不放 所有的人跟我们 讲的稍微有一点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拒绝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有些人说我没有这样 因为他先前连 他基本的工都没做 所以他跟那些圣经 根本不熟 所以他没问题 你跟他讲什么 他说好像对 但是那些人对圣经上面 有一定的认识的 那些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他马上就不行了 为什么 先入为主 我们说 这就是在这里 我们需要顺从圣灵的 带领的原因 因为神的灵超越我们 太多了 神的灵是做心事的灵 圣经不可以加添 不可以减少 但是神在每一个时代中的 这一个动向 或者是有许多人 把圣经更深的认识以后 他解开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得蒙喜悦 按照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为什么要分解 不需要分解 有一些人更可怕的 就说 这不需要教导 教导是不对的 不需要教导 就是对不对 你们有那个恩膏在里面 不需要任何人教导 不是 那是讲到 你要分辨这是出于圣灵 跟出于邪灵的时候 是这样 分辨你是不是神的儿女 有圣灵在我们 与我们的心同正 并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来听 不需要来接受教导 要不然的话 保罗为什么会叫 提摩太说 你无论得失不得失 勿要传道 用各样的方式 教导人 责备人 警戒人 今天圣经上面 很多的道理 我们感谢主日学可以讲 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有一些人还没信主 你讲太多的时候 他听不懂 但是在这里 照理说 我们大家对圣经是 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至少我们教会里面 希望一年是读 cover to cover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念一遍 为了鼓励大家念 所以都登在周报上面 说今天念什么 明天念什么 都写在那个地方 你实在不要念的话 我也没办法 神也没办法 那你说你讲什么 师母特别警告我 他说你讲一点都没用 下面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念 你讲什么东西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也没念 我说我有证据我念过 对 我不多讲 至少 你不相信 你也去录音一下 去念人看 对你可能有帮助 我主要是为我自己 这个有的时候是很舒懒 所以也要 确实的有念过 那么多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 你去念 你肯不肯念呢 绝对不肯念的 有没有意义 到有一天的时候 都有意义在里面 好 加给人的灵 与神的道是要配合 所以 为什么讲圣道呢 为什么讲这是 圣灵是真正的作者 借着这么四十几个 圣经的作者 写出 神的话 我们需要真正的 来到神的面前 要晓得 常常讲圣灵带领 圣灵感动 有这么一个危险 与神的道 你如果不清楚的时候 那邪灵 也可以 让你分不清楚 就去做一些事情 到后来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结局的时候 后悔莫及 因此 必须要与神的道 联合在一起 这是我常常使用 记在我脑中里面的 就是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 第二十一节的话 是神对以色列人 说的 耶和华说 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加给你的灵 传给你的话 必不离你的口 也不离你后裔 与你后裔的口 从今 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 前面说 耶和华说 后面又说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后裔的后裔的口 我们必须教导 我们的儿女 不要让他们走了 自己的路 好 我们很快的 就看见 一个新的转变 就开始了 这个新的转变 就是 耶里米苏三十一章 第三十三节里面讲的 耶和华说 那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 你说 这句话有什么重要 这句话太重要 因为最后 最后那句话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要做我的子 是神的道 要放在我们心上 但是放不放得了呢 以色列家 都是违背神的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倒闭 神所不喜悦的 因为他们 虽然 抬着神的约会 但是却拜着 李繁星 去 他们所做的都是 行的 俗灵的淫乱 这是非常 可惜的事情 但是神 为了要让我们知道 连以色列人 这样严守律法的 都守不住 我们今天不要 想靠 行律法 在神面前称义 因此我们需要耶稣 在另立新约的时候 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这里讲了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星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就结束旧约 好来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星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列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主之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这一句话里面 他讲到一个新的灵就出来了 这就是圣灵 为什么今天讲圣灵 圣灵启示圣经 把圣经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明白和光照 启示我们 赐给我们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顺服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就是神说我要做 我要我的子民 知道我是他们的神 也要他们知道 他们是我的子民 这跟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三节 讲的好像是一样的 后面又讲到了 启示录里面讲的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就是他要住在我们里面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为什么一再地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完成的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圣灵的锐注 是这么样重要 好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新约 新约里面讲的圣灵 讲了很多 今天我不会一一地来细讲 但是我把它写下来了 那是我自己这几天做的study 是很松散的 但是是让大家要晓得 任何一个题目 你要思想的时候 你要全面的圣经来理解 好 六件事情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到第十六章 第十四章 第一处 是神应许 他的圣灵 十四章 十六节那里 讲到 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圣灵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刚才所讲的那个 会离开 已经 不存在 我们今天就是 打开我们的心 接受了耶稣基督 接受了圣灵 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他永不离开 我们看见很奇妙 有很多人 你觉得他好像不是真的信主 但是他的确确的就是说愿意了 以后 多少年以后 你看他慢慢慢慢的改变 真的改变了 你说这不可能的 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让一个人改变了 有些人说脾气很暴躁 昨天有人说了 另外一个人就说 其实我比他还暴躁 所以两个暴躁的人 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很精彩了 对不对 生活中间很多的冲突 神会改变我们 注意啊 永远与我们同在 也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样的 居要粗暴 他都不走 你敢不走 因为他爱你的缘故 而且他是完全顺服你的缘故 我今天跟师母在路上的时候 就想到好几个情形 因为我是有感而发 我就说 哎呀 真的我看见有一些人 他们这个夫妇 两个水火不容 都过不下去了 然后最后就讲了 等到孩子到大学以后 我们就分手 因为到了大学毕业以后 跟牧师讲 牧师说不行 不行 神把你们结合在一起 人不能分开 你不要随便分开 好 那他们说 那这样 等孩子结婚以后 因为结婚的时候 还要 都还要来 对不对 见面不好意思 我都去参加过 很多的婚礼是这样的 所以一结婚了以后 因此都可以分开了 哎 他说 我最后 我小儿子已经结婚了 最近 你要说 是不是你在想这事情 我说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这个想法 但是 你觉得你很艰难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两个人放在一起 是不艰难的 因为创世纪 大家念错了 第三章里面讲了 说丈夫说 亚当觉得 夏娃很恋慕他 很高兴 因为有一个人 很恋慕你 妻子恋慕丈夫 那原文上 不是那个意思 该在那里 恋慕亚伯 就把他在暗中 给杀了 是同一个字 所以 这个恋慕是说 他要制服你 你今天在一个国度里面 一个是王 一个是女王 所以你的丈夫 必要挟制你 他挟制你 挟制的不对 我问你 我们中国家庭中间 难得有一两个 曾经有挟制过 这个妻子的丈夫 差不多没有的 那为什么 打不过 这不是用力量来打 就是没有办法的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让我们做什么事情 看见神这么容忍我们 神跟你打 你打得过他吗 雅各 跟神摔角的时候 神到最后说 你跟神 跟人教力都得胜 意思是说 我搞不过你 神说搞不过雅各 雅各多厉害 搞不过 雅各真的那么厉害 雅各 神随便摸他一下的时候 他就完了 他就瘸腿了 但是神就是让他 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 好 那我们不再讲 这个顺服圣灵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就是我们就是那个 跟神摔角的那个 我们都要赢 你也要赢 我也要赢 但是他就不走 他就让你赢 然后慢慢的来改变你 慢慢的来感动你 你受不受感动 我不晓得 我非常受感动 我常常 祷告说 神啊 你为什么救我 这样 乏善可乘 照我本相 来到你的面前 一点理由都没有 我们的罪那么多 但是神 他爱我们 他不忍 看见我们灭亡 不忍让我们走我们的路 所以他说 你到哪里 我跟你到哪里 因为我是永活的 所以你不会灭亡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你今天 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 好 第二个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二十六节 讲到圣灵要将一切 一切的事 指教我们 一切的事 一切的话 这里讲的是 耶稣说 圣灵保汇师 但是这位保汇师 就是父 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 一切话 请问大家 耶稣基督 那个时候 一开始 传道的时候 带着门徒 一起到 加拿的婚宴 他们很高兴 完了以后 水变成了酒 然后比前面的还好 就表示我们的生命转变 很高兴 但是后来呢 后来耶稣就 就跟他们讲了 讲了 你们拆毁这殿 三日内 我要重新再建造起来 他们就 不能明白了 那圣经上面讲 等到耶稣复活了以后 他们才想起 耶稣讲过这话 就归荣耀给神 耶稣说 我就是 这个圣殿 所以 这里讲的 奥秘 还是讲的 我们这一个人 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的殿 神的家 神的灵 居住的所在 就是我们 这一切的事 除非圣灵指引 我们不会明白的 我们不能够明白 好 这是 永远与我们同在 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 接着在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 你们怎么说 但我要重复那里 拆宝会师来 就是重复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 做见证 十五章二十六节 讲到 圣灵 要为耶稣 做见证 今天 我们所做见证 不真 为什么不真 我们讲我们自己在什么 了不起 神这什么大的祝福 我们有没有时间 说神啊 你再不祝福我 我走不下去了 有没有 李伯伯笑 因为年龄比较大一点 可能有过 我年龄也不小 所以也有过 我们的见证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再多说 就出于那恶子 我们所讲出来的东西 可能不是最糟糕的 但是圣灵来做见证 他是 把所有的一切 关乎耶稣基督的 全部都讲出来 做见证 好 结局 就是在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 那里讲到 他既来了 就叫世人 为罪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不要去责备任何一个人 说他不信主 他生活可能比你还好 他生命可能比你还强 他的爱心可能比你还大 不要去责备人 但是圣灵会责备他 圣灵会说 说话 你得了神这么大的 宝贵的 救恩 要白白的送给你 你却 把它看为平常 清漫 那十恩的圣灵 因此 为什么 亵渎圣灵 永世不得赦免 因为圣灵 才能够让人悔改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是主的 所以这位圣灵多么的重要 我们讲道的时候 传福音的时候 必须很多的祷告 请圣灵做工 不然没有恩高的 你准备的再好 我准备的再好 我曾经讲过 我有一篇道 我真的准备了三个月 那是三十年前准备了 到现在还没讲过 我有忘记了 因为没有恩高 但是 如果在那里祷告 神给你一个话 一讲的时候 你不觉得 你觉得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帮助 就有人得到帮助 就有人悔改 就有人接受耶稣 就有人生命有扭转 你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圣灵的工作 为罪 是因为我们不信他 为义 是我们不再见他 他到父那里去了 为审判 是世界的王寿的审判 三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 我这个罪人 为罪 我们本该被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本该死的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 为义 乃是讲道 他身上的高天 他不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义者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他是完全是义的 他已经离开了 我们就想到 他在这里的时候 当时 我们不看重他 今天 他给我们救恩的时候 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他 我们还有机会 为他摆上 为他有一些的付出 我们不肯 这是不义 为审判 世界的王 世界的王就是撒旦 受了审判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 爱世界 不爱神 我们的心里面对世界 还有很多的眷恋 有没有 希望大家的答案是没有 但是 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 神为敌 然后我们常常成为神的敌人 但是神 却 以善甚恶 神却为逼迫他的人 祷告 有没有 为逼迫他 你的人祷告 有没有祷告 没有 刚才那个人说 没有啊 没有为逼迫的人祷告 真的 真的没有耶 很快的进入真理 进入真理 什么叫做进入真理 他来了 要人悔改以后 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 是十六章第十三节 讲到 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这个进入真理 乃是说 进到 这个真理的实际 真理的祝福 真理 才是 讲到 有的人可以传真理 但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 真理 Personify 在他身上 他就是真理的本身 我们需要 看见 在他没有任何的不义 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 让你得自由 让我得自由 进入这个真理 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能够喜爱真理 能够因着真理而快乐 快活 我们可以欣然在神的面前 活着像一个 在地 如在天 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最后 十六章十四节 可以分开来讲 他要荣耀我 圣灵 要荣耀基督 因为 他要将 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而今天 圣灵 有没有告诉你什么事 他有没有带领你什么事 带领你的 就顺着去做 你说圣灵没有带领我 也不会跟我讲话 好 没有问题 他现在跟你讲话 你愿意听吗 我有人跟我讲说 你有一些东西 真理没讲 我说你真的要听吗 你真的要听吗 后来我跟他讲 讲完了以后 他还是不做 为什么 他做不了 为什么不讲 有一些 因为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今天圣灵就是这样 圣灵要我做的事情 我不肯做是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度 到那个程度 我就应该要去做了 好不好 今天 圣灵要带领你 你必须要顺服 你必须要顺从他 讲了很多 但是真正讲到的 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用了这13章里面 13章 里面 讲到圣灵的那个部分 让你来明白 所以回去的时候 看一下就好 圣灵的凭据是什么 圣灵的温柔是什么 圣灵的荣光是什么 圣灵的能力怎么显出来 圣灵如何的更新我们 圣灵如何的提醒我们 圣灵如何的安慰我们 圣灵的恩典是什么 圣灵的祝福是什么 熟灵的一些实际 这里就讲到 整本圣经里面 讲到圣灵的一个工作 他的运作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喜 通通 我们可以慢慢的 来明白 你们回去 就可以做这样的功课 来明白这些 荣耀的启示 是圣灵的言语 言语 你听过吗 你听过圣灵 向你说话吗 圣灵是说话的 我今天在这里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不常跟人讲话 也不常 像我们说那些难懂的话 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 都是你听得懂的 有的时候借着环境 有的时候他就是清楚的跟你讲 圣灵跟我讲过几句话 所以我能够继续在服事中 不管情形怎么样艰难 可以继续服事 因为是出于圣灵讲的话 今天如果要听见圣灵的话 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权柄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满得他的启示 关乎圣灵的凭据 圣灵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那一个后面所讲的这一段 是每一个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里面 每一部分都可以分成这么细来看 这只是中间的一个 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需要在这里 有一些问题 我们还可以留在这里 好 我们现在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请张国光长老 带我们祷告一下 神主我们感谢赞兵 感谢你 我们今天就把老师牧师来 为我们有点好信息 我们在圣灵中 能够同感应 让圣灵中中两心中 能够成为我们永生的代理 也让我们今天借由 就是每天我们能够如今到 要能够欺敬神 能够到神的化一套当中 成为小圆灯不上光 那圣灵一刀我们 来世界能够近前度日 能够行公立 套美女 一千倍的心 与主同行 愿一切荣耀非与主 也保守我们今天 能够真的是 合照神给我们 在灵敏中的说话 亲自的说话 让我们真的是 合照那 真的是永生的祝福 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 套取于主的名 能够成为主的出口 我们愿意能够享受圣灵 为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这个一生一世 带于主的同行 享受与主主在 要祷告欣求 奉取耶稣的圣灵 耶稣的圣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